这样的 我问你 这张卡里的钱呢 咱爸生命住院了 我把钱转给咱妈了 一会儿咱俩买点水果去看看爸去 你知不知道这张卡里的钱是我用来换车的 抓紧给我要回来 什么 要回来 是换车重要啊 还是人命重要啊 你爸那老东西多大岁数了 给他也是浪费 抓紧给我要回来 如果你要是要不回来 咱俩就离婚 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来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结婚之前我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 像你这样的男人 离就离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把卡里的钱转给你妈的口 你怎么不知道跟我商量一下 你大哥二哥怎么不管 去怎么让我不管啊 凭什么 凭他收你 咬你 喂 妈 喂 儿媳妇 骨子怎么不接电话呀 嗯 他可能在忙吧 妈你有事吗 是这样的 骨子他爸住院了 需要马上做手术 手术费得十几万 我这 妈你别着急 我给你想办法 一会就给你转过去 啊 是我妈呀 那在哪个医院呀 我们一起去看看干嘛 放开我 在你心里 你妈是亲妈 我妈呢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 我妈是怎么对你的 给你拿钱 创业 给你洗衣 做饭 带孩子 无怨无悔 而你呢 就这样伤害我妈 就这样伤害我吗 哦哦哦哦哦哦 爆破 我错了 转身定是一辈子 你还等个啥 自愿笑 妹 救救我 救救我 姐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处人就打我 他每次一喝完酒就打我 帮我回去 我不回去 打到我家门口了是吧 别做事啊 小心连你们两口子一起打 我这是什么命啊 姐 你别哭了 你就知道哭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 这玩意儿不靠谱 你就是不听 现在后悔了吧 哎呀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就要说 姐 你当初十八岁就嫁给他 你知道什么是婚姻 什么是家庭吗 还说什么 我们不同意 你就跟我们断绝关系 现在知道往家里跑了 你说够了没有 你闭嘴 哎呀 你少说两句 你闭嘴吧你 她是我姐 我不说她 她怎么知道江湖险恶 人心复杂 妹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后悔了 姐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后悔药 妹 我要跟她离婚 你要敢跟我离婚 我把你腿打乱 你试试 从今往后 你要再动我姐一下 我跟你拼命 那我今天就先教训教训你 你不是说打断我姐的腿吗 你打呀 你还打吗 妹 我真的会晚了 现在知道后悔了 晚了 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妹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都听你的 姐 别哭了 咱们跟她离婚 天之大 没有你的爱 是我美无瑕 天之爱 记得你 哎 你们是 嫂子你好 我是李总工地上的一名工人 李总在家吗 哎 雪林 你们怎么来了快狐狸坐 身上太脏了我就不进去了 我这次过来就想问一下 欠我那个工资 什么时候可以结一下呀 我老婆也快生了 现在还要住院 但是我们现在连住院费都凑不起 哦 是这样啊 那赶紧进来坐 别让弟妹账上的 来 进来 老公 你们先坐 我去给你们倒杯水 嗯 好 你先去吧 雪林啊 你也知道 咱们工地今年的效益 一直不太好 工程方又一直拖欠 咱们的工程款没有给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回去跟弟兄们说 一声再等一等 等工程款一下来 我第一时间就给大家把钱结了 你放心 这个钱一分都不会少的 李总 你看我们家雪林在工地上 已经干了大半年了 一直都是勤勤恳恳的 你看 我这眼看就要生了 我们俩也是实在没办法 才来找您的 要不这样吧 弟妹 我这里还有五千块钱 你们先拿去 应应急好不好 老板 这五千块钱 它也不够啊 老公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老婆 老公 雪林他们过来 你是不是欠人家工资了呀 老婆 我是真没钱了 工地今年效益不好 赔了不少钱 现在别说几个月的工资了 就连公司的水电费 房租 我都交不起了 老公 你等我一下 老公 这张卡里是我的嫁妆 还有我这些年攒的一些钱 你先拿去 给工人把工资罚了 老婆 这钱我不能要 这是你的嫁妆 你给了我 你怎么办呀 老公 我们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即便再苦一次 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再苦 也不能苦了农民工兄弟呀 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 他们还指望着这笔钱 养家糊口呢 更何况 雪林的老婆 马上就要生了 你再想想 如果你还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我快生了 你又要不到工钱 那你该多着急呀 吃水 不忘挖井人 没有他们 你的公司从哪里来 不要让他们的汗水 变成泪水 不要让他们的报酬 变成忧愁 老公 这个钱 你快拿上 赶紧给他 把工资结了吧 雪林 虽然我最近 确实遇到了困难 但是我不应该忽略了 你们农民工兄弟呀 你们 死心塌地的 跟着我干 而我却忽略了你们 来 雪林 这张卡里有钱 快拿上 去把定位的住院费 交了吧 谢谢 谢谢李总 谢谢 谢谢老板 我五十年以后 你还能在我左右 和你坐在 有一里 请不吝点赞 启车 谢谢李总